一时间底下宾客再也忍不住 哪怕是当着皇帝的面 都不由得小声议论起来 韩江雪竟然是莫离未婚妻 这样的重磅消息 之前他们却一点都不曾知晓 这可真让他们所有人再次吓一跳 是真是假 不是这伙众人所考虑的 他们只想知道 今日这一局最后到底将会如何收场 无论是莫离和韩江雪之间的关系 还是六皇子和韩江雪之间 这三者如今是被吴征兆地缠到一起 若患在两年前 当真是打死也没有谁会相信的 很显然 莫离这会是主动站出来 要替她未婚妻担下一切 而韩江雪倒也是一副乐想其成的样子 自从莫离过来出生之后 便不再费尽多说什么 她完全是打算 舒舒服服地 将一切都交给莫离来处理 享受那一份 有人挡在身前 替其化解麻烦的快乐 而唯独这一次 唯独听到莫离那一句 未婚妻的时候 一旁的六皇子的面色 终于阴沉下来 莫离的感觉和其敏锐 几乎是一瞬间 余光便觉察到 六皇子神情的变化 不过她根本没有理睬 依旧目不斜视 看着面前皇帝 只是嘴角笑意更加深了 未婚妻 皇帝显然 也被莫离突然宣布的消息 所争取 片刻之后 这才问道 此话当真 这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皇帝心中顿时是 说不出的恼火 莫涵两家联姻 这么大的事 他这个当皇帝的 竟然一直被蒙在鼓里 让他如何不气恼 如何不想大发雷霆 按理来说 两家真的订婚了的话 官媒那一头 应该是会有记录才对的 没想到 他们竟瞒天过海 应是没有提前 透入一点风声 说不是今日 他再次有意 想给寒江雪 和老六指婚的话 无计 他还没那么快得知消息 指不定 得等到什么时候 他们直接成亲了 才知道 好一个莫离 好一个寒江雪 这两个 长得最头疼的男女 如今 竟订婚了 如果 真让这两个人 成亲在一起 这莫 这莫涵两家 张锦密联合的话 那岂不是 给他树上一个 最大的危险 果然 果然当年天师所说的 一点没错 莫涵两家 越来越成为 三王四家里头 最起眼 最让人 无法不去重视的存在 哪怕这会儿心中 涌现出无数 涌现出无数 情绪 但皇帝面上 还算从手 除了有那么些疑惑 和意外 无需掩饰之外 其他的情绪 都被掩饰得很好 莫涵听见皇帝反问 却是笑得更加欢快 如同 提到这些都能够让他 喜笑颜开 无比开怀似的 这样的神情 自然表明 他对这门婚事 对未婚妻含江雪 十分重视和喜爱 回皇上 这样的事情 臣怎么可能开玩笑 更何况 臣 从不敢欺君 又怎么可能 在皇上面前 信口开河呢 莫里简单说了一下 而后自己 也没有过多解释 转而 朝着一旁 早已准备好 等候的侍从 点头示意了一下 那侍从见状 则是很快领命 将早已准备好的 婚书之类的 一一呈上去 请皇上过目 带到皇上身旁的内侍 将那些 可以直接证明 莫里所言不虚的东西 成到皇帝手中时 莫里这才 再次开枪 慢慢说道 原本 臣也是打算今日 加冕之时 公布臣和江雪的消息 以便能够 喜上加喜 双喜临门 要早知皇上 有此意的话 那臣便一早 就把这个消息 给公之于众了 差点 引来一场误会 实在是臣的错 还请皇上 莫要介意 一生是臣的错 紧接着却又是 奇妙淡血般的 还请皇上 莫要介意 莫里还真是 没有多在意皇帝 介不介意呢 皇帝面色这一会儿 却很是不好看 原本还以为 莫里能够将此事 一直瞒到现在 无外人知晓 这其中可能请的是思美 却没想到 竟然是堂堂的官美 此子手段 果然了得 由不得皇帝 不对其恨得牙痒痒的 这么大的事 我也非得等到现在 才公布 皇帝直接看向莫里 表情怪异不已 哦 回皇上的话 之所以一直 没将婚事 公之于众 是因为小女 在婚事上 一直运势 有些曲折 有高僧 曾替小女算过一挂 说是 要想婚事 不再生变 则不宜 过早公布 订婚一事 得等到 她所算出的 吉日才行 韩风 韩风总算逮到 可以替女儿 说话的机会 直接回话 当众做出了 最合情 合理的解释 京城谁都知道 韩江雪 曾经与张家 张浩成 是订过娃娃亲的 可后来 却被人家 给退亲了 所以 这样的周折 当然是 运势不好 于是乎 身为人妇 心中着急 在又一次 将订婚之前 给女儿请高僧 算卦庇货之类的 也就 极好理解了 正是如此 当时 那高僧算道 何以公布婚事的吉日 正是今日 碰巧 臣也没想到 今天 禁婚于臣的 加冕之日 合到一起 莫黎自是响应着 未来岳父的话 言辞见那种 没想到的惊喜 自是 不言而喻 看到韩风和莫黎 一唱一唱的配合 皇帝显然 并不甘心 就这么承认 韩默两家 已经联姨的事实 江雪丫头 你上回不是说 老皇叔不让你 这么早 考虑婚事吗 怎么 这么久之前 又已经订婚了 正看着 这订婚日子 可是 离那次元宵宫宴 没多久才对呀 没有理会 韩风和莫黎的话 皇帝静止将话 引到韩江雪身上 之前那般说 如今这般做 当着皇帝的面 说一套做一套 这样的事情 可大可小 可轻可重 皇厉害了说 就算是欺君 也不为过 然而 韩江雪却是 一脸不解地答道 皇上 我师父只是说 让我别太早成亲罢了 可没说 连订婚都不成 再说 我与莫王订婚一室 他老人家 可是知晓的 不信的话 您大可派人去何时便可 这事 川先生还真知道 所以韩江雪 有样学样 照皇帝的法子 给重新打回去便是 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被韩江雪这么一说 皇帝顿时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 这死丫头 不是明显在挤兑他吗 真派人去何时的话 那当然给人以 小题大做 故意为难之险 那他这个皇帝颜面 岂不是丢金光了 可若是 连这个小把柄 都无法拿捏到手的话 那么 他还怎么如何 当众否定 这两家婚事呢 正当皇帝心中恼火 却显得无可奈何的时候 六皇子却是 终于再次出生了 父皇 前日您不是 曾让青天见的人 推算过儿臣 和韩姑娘 八字姻缘的吗 六皇子 略显疑惑地说道 这到底是他们 推算失误呢 还是韩姑娘他们 所欲高僧 不过是个神棍 骗人呢 听到六皇子的话 皇帝顿时眼镜一亮 点来点头 略做思索般的 是以六皇子 继续说 此事关系重大 还请父皇让人 查清楚才行 不然 万一青天见的人 说对了的话 那么韩姑娘日后 嫁给莫王 岂不是害了 韩莫两家 六皇子故意 把话说得有些 不清不楚的 但旁人却听得明白 这各种分明是说 韩江雪和莫里的婚事 很是不妥 没等皇帝说话 韩江雪却是冷冷地 朝六皇子问道 亲王这话是什么意思 韩江雪一早就知道 六皇子这人 从没安过什么好心 所以这会儿哪里还会 跟他客气 就算傻子也听得出来 六皇子 这明显是要 坏他和莫里的婚事 他又怎么可能 由着人家 再次胡说八道 装神弄鬼 对呀 亲王说话 可得说清楚才行 不然的话 很容易让人误会 您这事 因私 而故意找茬呢 莫里更是明确的 把他们之间 这一层关系 给挑开 神情带着几分 根本不在意 也完全不相信的效益 事情到了这样的时候 任谁都看得出来 今日这场新的矛盾 毅然成型 兴奉的亲王 与刚刚习位的莫王 这可是堂而皇之的 开始抢人了呀 韩家原本那个 被世交之家退婚 被世人认为是嫁不出去的 恶名大小姐 如今竟然 来个咸鱼大翻身 不但已经跟莫王定了亲 而且这一会儿 亲王明显的 一副并没有打算放弃的样子 如此情形 当真是 不得不感叹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韩姑娘 莫王 你们都别误会 本王之所以这么说 可是真信真义的 出自于替二位考虑 甚至是替两家将来考虑 六皇子 并不在意 韩江雪现在态度 至于莫离嘛 大人更是没放在眼中 微微笑了笑 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 先听本王 说清始末吧 这样突然 又奇怪的转变 再次让旁观的宾客 怎么也没想到 一时间 所有人都不由得 尽可能控制呼吸 生怕影响到 六皇子解惑 而没一会儿功夫 向来喜欢 严谨意干的六皇子 便把所说之事 大概都说清楚了 皇家子嗣婚配 属于重要知识 一般来说 除了公众那些 极为没有地位的皇子 公主之外 其他人 一旦有了合适婚配人选之后 都会在确定止婚之前 叫给青天剑的官员推算 这与民间和八字 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 皇家来说 有着更加严格的程序 和规格 六皇子 心仪寒家女 皇帝点头愿意之后 当然少不了 让青天剑的人 好好的 将他们生辰八字 推算一番 一般来说 只要不存在什么 相克的问题 就没有什么事 婚事基本上 就算是可以通过的 但依六皇子所说 那天青天剑推算 曾经出现过一个 不小的意外 青天剑的人说 他们最先开始的 是单独推算韩侍女 却意外发现 韩江雪 生辰八字 命带煞心 属于极为罕见的 阴圣之民 这样的命格 万万不能取 否则取后 双方都会有天大的祸端 所以他们自然是 上奏请言 请皇上不可将 韩江雪 指婚给六皇子 莫说是皇室 这样的命格 就算是 放在普通人家 也是一样的 敢凡真正高人 一般都能算出 事与韩江雪 在婚事之上不顺 也就是正常不过的事 得知这个情况之后 皇上自然是不愿意 再将韩江雪 指婚给六皇子 而就在皇帝打算 放弃原有念头的时候 今天见的人却是 突然送来另外一个 意外惊喜 原来 他们见六皇子 似乎对韩侍女 颇为在意 因此 又将他们两个的八字 放到一起 从头到尾 方方面面地 推算又合了一遍 而后竟惊喜发现 六皇子命格 和韩江雪命格 放到一起 竟成了 绝无仅有的绝配 这样的几率 简直是 几乎不可能存在的 却因为 六皇子命格之中 有圣阳之火存在 正好可以将 韩世因圣之命 给化解掉 如此一来 六皇子 韩世女之间 若成亲的话 不但不会对双方 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反倒是可以 化祸为福 事已 皇帝这才再次同意 替六皇子 与韩世女 止婚一事 也才有了今日 借着莫王加冕之喜 在同一个好日子 止婚的打算 只不过 确实没想到 韩末两家 竟早早在私底下 已经定亲了 事已这个时候 六皇子还不得不 将此事给说出来 听到这些 不少人都不由地低下头 小声议论起来 对于八字 命格一事 世人都是极为相信的 但此事放在 这么一个特殊 而敏感的时候提起 却让夏日是怀疑 这其中可信心 当然 这样的事情 本身是真是假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皇帝的态度 如果皇上 也跟六皇子一样 直接咬定这样的话 并且以此为由 而出面干涉 莫含两家婚事 那么 事情的性质 又完全不同了 可是 皇上真的会为六皇子 想娶韩家女 这一层私心 还跟着六皇子 一起睁眼说瞎话吗 会 不少人都在心中 这么想着 因为他们都看得出来 实际上 皇上并不希望 莫含两家联姻 所以说到底 如今含江雪 到底嫁给谁 对皇帝来说 已经不仅仅是牵涉 个人婚事问题 而是关系到 更上层的一个 长远利益 以及权力均衡的问题 不然 在六皇子简单说完之后 皇帝当真 毫无意外地出声说道 朕刚才 初听江雪丫头 竟于墨家早早定亲 以世间倒是意外不已 险些 把亲王所说之事 给忘了 莫里亚 这可不是正偏心 你与江雪的这门婚事 现在便解除吧 命格不合 将来只会害了韩墨两家 日后 朕再为你 执一门好的婚事便是了 皇帝直接发话 让莫里和韩江雪 借出婚约 先前 他一时半会儿 还真是想不出 什么理由来 如今老六这招一出 当然也就 和情和理 至于青天见那边 压根儿不用担心 会有人敢说 没有这样的事 亲王在向其众人 解说的时候 皇帝已经 示意身旁的心腹 去安排了 再者 就算韩墨两家 明知此事有问题 但一指圣旨已出 难道他们 还敢当众抗旨不成 皇帝今日 还真想看看 这两家 如今是不是真有了 敢和他明着对抗的 胆量和实力 皇帝话一出 底下之人权 都无比复杂地 看向莫里和韩江雪 皇上竟然 直接开口 让他们两个 当众就毁出婚约 还说会再替莫里 指一门别的婚事 看来这一次 皇帝也是铁了心 不愧是 莫韩两家结亲了 皇帝也有掌 hall坏